一般民众在选择个人健康保险时 经常听到的Original Medicare 又被称作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这是一项收费的健保计划 还能让民众选择计划下的任何医院或医生 并且支付大多数的医疗服务和药品费用 不过加入传统联邦医疗保险的会员必须要注意 保险计划并无法全额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 至于Original Medicare包含哪些医疗保障 Anthem蓝十字战略执行经理采用本周专业说明 A部分是提供帮助支付医疗医院的医疗费用 那B部分是提供医生以及门诊的医疗费用 那Medicare Advantage也就是我们的C部分 所谓的最大的不同 Medicare Advantage有提供一些Original Medicare 所没有提供的福利 例如视力我们的牙齿保健或者是健身福利等等 不仅如此Anthem蓝十字更针对Medicare Advantage 推出超优质的福利计划来全方位体贴年长者 例如说我们有一个个人的紧急应变系统装置 能够让大家带着随身带着走 那它非常的轻巧也非常的便利 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老人家带着出门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能够随时呼叫应急 或者是比如说有助听器的福利 让我们老人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能够有一些助听器的给付 能够让他们去购买适合自己的助听器 而全新单元书香坊本周特别请到乐书房店长Alice 介绍众田文小说 九雀凤华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很标准的这个众田文 然后它里面就是你看到后来就从小女生一直到了凤华 就当了皇后那样子 就很长很长很长 这一千从这个作者 他常常对 然后人物就非常众多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三十四点五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